马上就要过年了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年豆包的做法 首先在碗里倒入红豆 黑米 糯米和芸豆 加入清水清洗干净 洗净后加入清水 提前浸泡一个晚上 也可以直接用高压锅煮 接下来再准备葡萄盖和红枣 红枣去和剪成丁备用 浸泡好的红豆糯米吸足了水分 倒入淀饭锅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煮饭键 蒸好的红豆糯米非常的软烂 倒入盆里 根据个人喜好加入白糖 还有葡萄盖和红枣丁 用铲子搅拌均匀 加入糯米粉 糯米粉要少量多次的加入 每加入一次都要搅匀搅透 最后饺子这样粘稠度就可以了 包饺子生了饺子皮 用擀面杖把它擀大擀薄 调好的馅料取一些放在手里 来回它团成圆形 放在擀好的饺子皮里 用糊口松软的方式封口 全部做好后放到棕笼里 凉水上锅 水开蒸15分钟 蒸熟了打开盖子 满满的红豆和红枣的香味 香甜软糯营养好吃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一次吃不了的单个的放在保鲜膜里 把它包裹起来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 随时炊拿非常的方便 谢谢大家的观看